10月22号刘新忧张慧亚参加戒烟动员活动 一直以健康形象示人的刘新忧多次被封健康之星 完全成了健康的代名词 目前正在积极备战马拉松 虽然身为戒烟大使 不过新忧却一点也不排斥戒烟友人 我觉得就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然后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就说我跟你分手 对对对只要他不逼我就好了 陈法拉与太子爷薛摄衡传出分手事件后 黄金单身案薛绍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捧对象 张慧亚就是绯闻传的最凶的一位 问到会不会介意与薛绍前女友陈法拉同台时 张慧亚再度澄清 其实不会了因为不是真的 然后其实我由第一天开始被大家传那个绯闻 开始我本来是有一点的尴尬 因为是大家给我的尴尬 但是现在长大之后我不太不太介意 在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娱乐圈 相信两人通常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